去年休赛期,贝尔蒂卡从亚绿山大手中买走修斯多火箭队,穷心勃勃的贝尔蒂卡一改火箭的穷三项。 在今年的休赛期,这位新老板已经花费2.8亿美元用于升级阵容,其中包括4年1.6亿美元许约保罗,5年9千万美元许约卡佩拉等等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前段时间,美媒还爆出火箭计划被格当开出一份3年5400万美元的许约合同,通过这一连串运作,能够开出火箭队的争冠决心。 除了影员,火箭还在积极兜售安德森,截至目前,老鹰和热火纷纷成为安德森的潜在下家。 据Kellico报道,老鹰对接受安德森的合同持开放态度,但他们需要的筹码是选秀全家年轻球员。 Kellico还表示,如果火箭愿意打包安德森加丹东尼·梅尔顿加2019年的首轮签的话,这会是可行的方案。 不过,火箭并不打算出售梅尔顿,尽管后者还未在NBA证明自己,而且顺为也不过是次轮46号秀。 但是火箭仍然看重身上的潜力,要知道,火箭在全年球赛期,就都收获安德森,和他身背近两千万的年轻让很多球队斗瓦而却步。 上赛季,拿着全队第三高筋的安德森,只能在板凳席为球队加油,如果换作是一位其他价值两千万的全明星,那火箭可能会走得更远。 然而等到如今,好不容易有了一个,可以摆脱安德森的交易方案,火箭却打起了退堂股。 这位46号秀的天赋,真的有那么值得期待吗? 四周进攻能力差首先,梅尔顿在最早的选秀预测排名中,曾派到过13顺位,之后随着选秀大会的临近,梅尔顿的排名一路狂跌,从20位掉到首轮末位,又跌到次轮。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贿赂丑闻,他也因此遭到过球队的竞赛处罚。 这一点给联盟各队的管理层,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,外界纷纷拒移他的职业态度。 除此之外,梅尔顿的自主进攻能力也非常弱,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8.4%,36场比赛,一空才投中21G三分球。 这对于11.91米的后场球员来说,是最致命的,要知道在小球当倒的时代背景下,后场球员想要生存,最重要的就是投篮能力。 防守和打拆进攻是优势投篮差,得分能力不强是梅尔顿的弱点,不过火箭看重的就是他的防守和打拆进攻,防守是梅尔顿今后立足NBA的资本。 身体天赋上,梅尔顿1.91米的身高,拥有2.06米的墙壁,在一到二号位置上,他的臂展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去完成墙段,以及封盖。 大学期间,梅尔顿强军能送出1.94强段和1.04盖帽,自1992到1993赛季以来,NCAA一共只出现过二位场阵至少能送出1.94强段和1.04封盖的后卫, 其中之一是维德,另一个就是梅尔顿了。 挡差进攻是火箭队的常规战术之一,球队伤和哈登和保罗,也都是围绕挡差发动进攻的好手。 上赛季,梅尔顿就是NCAA中发动挡差次数最多的后卫之一,超过72%的球员。 同时,梅尔顿挡差传给顺下球员的次数也是最高的,超过95%的球员。 在场距27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梅尔顿能送出3.5次入攻。 不过,在个人的挡差进攻中,梅尔顿的表现十分糟糕,命中率仅为20%,球风上,梅尔顿更像是前火箭球员贝福利,是一位敢打敢拼,充满激情的后场防守者。 新赛季,得安东尼或许不会给梅尔顿太多的机会,站在哈登和保罗的身边,梅尔顿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。 最关键的是,梅尔顿可以出任保罗的替身,在后阵轮休,或者受伤之际,火箭也不至于会无人可用。 综合来看,梅尔顿的确是一位可以投资的潜力股。 可相比处理调安贝森两年四千万美元的合同,那个会更重要一点呢。